你 陆薄言 你放开我 我有好痛 你不要动 陆薄言 陆薄言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用了 你快起来啊 你这样我怎么送你去医院 陆薄言 陆薄言 徐伯 徐伯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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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送陆薄言去医院 他胃又疼了 快点 好好好 喂 什么 跳广场舞啊 好好好 徐伯 你们走了 你等着我 徐伯 等着我啊 徐伯 陆薄言 你赶紧起来 陆薄言 陆薄言 陆太太 噓 您干嘛去啊 没事没事 先忙 我要先走了 早饭都做好了 吃完早饭再走吧 不用不用 去哪儿啊 我 吃完 你 吃完 我 吃完 你 吃完 我 吃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你最爱吃的蒸饺 西伯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蒸饺啊 这个是鹿 鹿太太喜欢就好 谢谢西伯 简安 你明晚有空吗 你看 你的新闻 据消息人士报道 陆市总裁陆伯言 这不也是你的新闻吗 两人在其投资的义达商场内进行优惠 态度举止十分亲密 陆伯言与当红女星韩若曦相恋多年 却依然保持着未婚的状态 此次女仆少女的介入 让两人的感情变得非常的扑朔迷离 那更多的消息呢 请关注本栏目的报道 这这这怎么说的我跟小三似的 怎么了 你很在意啊 当然了 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多麻烦 我将成为全城女人的公敌 那要怎么样 你当然不在乎了 还好看不清本尊的脸 你刚才说明天晚上要干嘛 没事 赶紧吃吧 哪有心情吃啊 那我送你去文秀啊 别别别 我们现在最好保持距离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干嘛 我自己能走 来 上车吧 上车吧 那个问题 是吧 它是任由 公機刚好 跟荐基 虽然arem 其实我可以自己去公司的 你真的不用送我 再说了现在在风口浪尖上 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对我们两个都不好 对吧 陆薄言 你跟媒体这么熟 干脆把消息给撤了吧 难道你就这么担心被人误会什么 干嘛 你要曝光啊 千万别啊 要是我被扒出来了 韩若曦这么多粉丝 那我以后就没有办法 安安静静地写小说了 所以写小说 对你来说那么重要是吗 当然了 我将来会出一本属于自己的小说 会受到很多读者的喜欢的 你说你每天这么日理万机的 要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被曝光了 你还要去营造一个好丈夫的假象 这得多累啊 还有啊 你和韩若曦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要是就这么散了 这得多可惜啊 你还挺会替别人操心的嘛 你再说了 我们可是有个约定的 在一起也就一年的时间 喂 你怎么开车的呀 下车 你好歹把我放在一个好打车的地方嘛 哇 你会不会太难伺候了 你不是不想被人发现吗 下车 行 嗯 你 完了完了 开火要迟到了 孙杰 干嘛呢 那个 跑步上班 跑步上班那么健康 你看 你是不是准备要孩子了 你就别闹开玩笑了 我说 你昨天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把我一个人晾在哪儿 我的错 我怎么知道他会来呢 对了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大餐 算是补偿了 成交 怎么 又没另改了 昨天在商场的时候 有人拍到我跟陆被烟的照片 那怎么办 如果这件事曝光 你们可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这不是让他再想办法了吗 我就知道 你为了我 不会爱上陆过言的 要去 开车 陆总 你没告诉苏小姐 我们换完车去接她吗 我们换完车去接她吗 要不 知道了 什么事 天洋 天洋 你带来 你带来